Hello,大家好,我是熊天乐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小黑屋的旁边睡觉的 因为车里面就可以睡 我就没有睡在这个小黑屋 车的话也是充满电了 现在可以开着我这辆车 取下这个快递了 这回也是开着我的三轮床车出发了 车的话又咯吱咯吱的响了 可能缺这个气压了吧 到这个小树林的时候 打一下这个气 前两天还下着这个大雨呢 今天晴空万里 一下就变了 这个天气变化无常 而且今天非常非常的热 这回也是帮车里面的风向给它打开 吹一下 现在说舒服一点 有个三轮车还是非常的方便 现在的话已经到达了正的上面 也就几分钟都是吧 买的被子也到了 然后这个的话是十九斤 在这个超市买的话贵 从网上买的便宜 五块钱一包 买了八包吧 才花了四十来块钱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大的 二十斤 就是给这个兔子下面搞了个杀 然后兔子这个拉屎杀料的话 它会吸收 到时候弄的话就方便 不需要弄那个纸巾了 之前要买的东西又得重新买一遍 所以这两天呢 得天天来取一下这个快递 今天的话也没取完 明天的话还得取下这个帐篷乱七八糟的 现在呢也是下午的一点多钟了 中午的话我就不做饭了 在这边买一点蔬食吃吧 吃的也是买好了 十一块钱的鸡 然后两个脖子 然后一份米饭花了二十六 然后前面的话有一个两元年锁超市 正好我的棚也没有了 到里面买一点棚 买一点其他东西 去这个两元店逛了一圈 没有一样是两块钱的 这一些东西的话花了快五十块 加上吃饭 等一下再买水的话 小一百块没了 这个钱是真难挣 花的是真快 这国庆放假了之后啊 这挣的上面 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车辆变多了 人流量也非常的大 哎刚才好像有卖螃蟹的啊 掉个头看一看 要是不贵的话 咱们买一点 贵的话就算了啊 大爷给了卖的啊 上次我们去看那个超市门口的螃蟹 是二十五块钱一斤 看看这螃蟹是多少钱一斤 这螃蟹怎么卖的 母的 这么贵呢 螃蟹是五十五块钱一斤啊 一斤半 七十五块钱的螃蟹 今天又是破产的一天 上次二十五块钱一斤的螃蟹没有买 这家伙买成五十五的了 开到这条比较偏的道路上面来 明显感觉不一样 车辆的话没那么多了 天天像我这样胡吃胡喝的 这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车呀 啊 昨天挣了点 今天全花完 这不要命吗 还有就是帐篷有一天啊 没过去了 不知道我的东西还在不在了 现在非常的担忧啊 得加快这个速度了 还有几百米的话就到了 内心也是非常的坎坷 买了五百块钱的物资 这万一没了咋整啊 开车回来了 看一看这个营地吧 变化的话没有很大 应该是没有人来 就是这一块不知道是咋回事 好像是有人翻了一下 又好像没有 小兔兔跟这个小仔仔太能拉了 还有就是这爪子这一块啊 非常的脏啊 我从网上买了那个清洁的东西 过两天给这个爪子 还有这后背给它刷一刷 啊 这个仔仔的话好一点 仔仔就是光爪子 啊 正面的话还抹上了一点点 我们现在要给这里面 哎呀 给它掏空啊 哇 全湿透完了 这小兔兔跟这小仔仔也太能料了吧 果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 兔子的这个异味啊太大了 我们现在帮这个倒进去啊 看看 拨上之后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吧 啊 这样它就露出来了 啊 搞上一颗白菜给它们吃 兔兔 仔仔 吃饭 这马路边也停了好多的车啊 都是来这边钓鱼的 啊 今天这个天算是好天气 风刮的大 啊 阳光很明媚 啊 钓钓鱼蛮爽的 打个伞就可以了 不打伞的话还是有一一点点热的 啊 这鸡肉可以啊 味道不错 挺香的 哇 太棒了 啊 这是十罐年的鸡肉一碗米饭 它也能吃得饱 啊 这是我点了两个 哎呦 两个鸭脖子啊 尝一尝 嗯 嗯 压脖子就不行了 滷的味道不好 啊 这好像是鹅脖子吧 压脖子有这么长吗 嗯 嗯 开眼 哇 你看吃这个就是当零食吃的 嗯 就这饭吃的话吃的不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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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